我们来看全球几个重要的财经头条新闻 首先是巴菲特对美国现在经济的看法 巴菲特认为美国银行业现在已经度过了完全的危机 现在美国银行业的资本氏足率非常高 坏账大多已经清除 资本基础已经强化 不再对美国的经济构成任何的威胁 而波克夏海瑟威投资四家美国银行 就是巴菲特旗下的公司 总共投资了美国七家银行里头的四家 分别是Wares Fargo, Bank of America, UC Bancorp 以及Goldman Sachs 而美国Shan Lewis的联邦储备银行主席James Bullard 在1月10号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谈话 也很关心的QE政策什么时候退场 他的看法是2014年中 美国的失业率才会降到6.5%的门槛 这也才是真正应该考虑退出QE政策的时刻 应该是在2014年的年中 因此目前谈FED要撤出宽松政策 他觉得还有一段距离 今年只是开始构思 并且开始规划到底FED对于量化宽松政策 应该如何退出的退出机制 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其次是美国公布FED去年12月会议记录之后 美国10年期的公债值率已经从1.7%升到1.9% 也比去年同一个时期高出约0.5% 美债是否可能发生公债泡沫的疑虑 是最近市场上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路透社调查了多位分析师认为 2013年目前为止不会出现大举抛售美债的现象 今年投资人对美债的需求应该仍然维持强劲的状况 而标准普尔也报告 欧元区将在今年开始走出主钱债务的危机 克服近年来欧债市场的动荡 而西班牙2013年首次发债表现强劲 10年期的公债值率降至5%以下 是4.8%左右 接着我们再来看伦敦地铁 这个全世界在1850年最强的城市 也最重要的国家 就在1850年的时候 伦敦地铁开始了庆祝150周年 隐身在伦敦的地底下有11条管子 每天输送着超过300万名乘客 穿梭在这个欧盟人口最多的党都会 这些管子是伦敦地铁的隧道 因为呈现原柱状 所以伦敦人昵称地铁叫做2管子 最老的一条在2013年的1月10日 欢度他150岁生日 有冷气可以吹 这真是Chill最人性化的改善 要知道大多数这些地下管子 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 让我们从地铁四通八达的21世纪 回到1862年 那一年 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福尔摩斯只有8岁 而文豪狄根斯50岁了 刚刚完成新书 Great Expectations 孤心血泪 他笔下的伦敦拥挤庞杂 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 所以庸塞的交通并没有比现在的伦敦好到哪里 挖掘地下轨道 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1863年1月10日 人类首条地下铁路系统正式开通 取名叫做伦敦大都会铁路 一开始只有7个车站 全长仅仅9.7公里 台车是用燃煤蒸汽火车头拉的 之后管子不断地延长增建 史特拉特福正是2012年奥运村的所在地 伦敦地铁只向19世纪中期开始进行的规划 富有远见 沿用到150年后依旧行得通 当然一个全世界最古老的地铁系统 问题肯定不会少 这是伦敦地铁站最著名的广播 不过它的广播名言还很多 紧急疏散 这也是在伦敦搭地铁三不五时会碰到的状况 原因五花八门 不过恐怖攻击警报最是惊恐 而设施老旧更让伦敦的地铁 只要多下一点雨就可能瘫痪了 而且它是全世界最安慰的地铁系统 单程4.5英镑起跳 核心台币210块 这是讽刺伦敦地铁的经典歌曲 用字潜词毫无羞逝 不过伦敦人恨它却也爱它 或者说是不能没有它 它是电影中最能代表伦敦的风景之一 你的新软件 我们叫它 《The Vanish》 而最新一集的《007.0》 庞德探员就在《Charing Cross》地铁站上演追逐戏 最后还有一列地铁列车就这么撞开了它的管子 看到这一幕或许有人会认同 伦敦地铁需要彻底的大翻修 London doesn't actually have enough tube lines We're going to get Crosswell We got the Thameslink improvements But we really need to get cracking on devising at least two more tube lines to cope with the demand in the 21st century 虽然市长承诺将加速地铁的大规模升级 只是长年的投资不足加上政治奖励 伦敦地铁要有多大的要劲恐怕还需要时间 而在哪之前 伦敦人与他的爱恨前仇将会继续下去 中国大陆的海关属正式地公布 12月份的进出报告 出口年增14.1% 进口年增6% 那么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好的数字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是 这个数字显示大陆的贸易正出现了反弹 它的经济正稳步增长 而这个数字公布的同时 即将于3月出任大陆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 也特别再次的保证 大陆将加强基础建设的开支 并且承诺会扩大城镇化以及相关的内需 那么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 这一次确认了大陆第四季经济将会上升的势头 中国经济将可能在2012年第四季度 反弹重返8%的增长率 但是上证指数这个礼拜呢 基本上是出现跌幅的情况 尤其是礼拜五的时候大跌了1.78% 收在2243点的相关的数字 非常谢谢收看 今天的文庆世界财经周报 下礼拜见 拜拜